大家好,我是超子 鸡蛋汤怎么做才能形成这种大片的形状,而且不会下沉 又怎么能烧成这种开花的絮状 今天我来教大家两种做鸡蛋汤的技巧 蛋花漂亮不下沉,一个鸡蛋做一大盆 首先,碗中单手打入一个正经的笨鸡蛋 放入一点点胡椒粉可以去除鸡蛋的腥味 重点一,蛋液中放入一小勺淀粉水 淀粉水就是淀粉跟水一比二的比例卸开 这一步可以防止蛋花沉底 无论是炒鸡蛋,蒸鸡蛋还是做鸡蛋汤 蛋液一定要充分搅拌均匀,彻底搅散 起锅做水水开以后放少许盐 一点点鸡精提鲜 重点二,水开以后勾入一点水淀粉 勾一点芡,同样可以防止蛋花沉底 当然做汤菜嘛,芡不要勾得太多 稍微有一点就可以了 开大火烧开锅,使芡汁快速成熟 重点三,水开以后改开最小的火 用勺子采用泼水的方式淋入蛋液 泼的面积越大,蛋片越白越薄越漂亮 做这种大片的蛋花,先不要着急搅动 给蛋液留下足够的凝固时间 蛋液泼进去以后改开大火 过十秒钟以后搅拌就可以了 用这种方法做鸡蛋汤,白而薄,大而嫩 一个鸡蛋就能做一大碗 而且放很久都不会沉底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第二种方法 同样完成蛋液打入一个鸡蛋 放入一点胡椒粉 一小时的淀粉水 用筷子彻底搅拌均匀 使蛋液蛋黄充分的融合到一起 起锅做水放入一点盐 一点点鸡精 水开以后,勾入一点水淀粉 再次开大火烧开锅 开锅以后,转开最小的火 用勺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锅中的水 边搅动,边淋入蛋液 蛋液成一条线,徐徐地倒入锅中 这是利用水旋转的力量形成的絮状 同样一个鸡蛋就能做一大锅汤 蛋液全部放进去以后,再改开大火 大概十秒钟就可以了 根据个人口味 可以放少许黄瓜片,西红柿片 少许海鲜,虾皮,紫菜 饭店卖十几块钱一盆的鸡蛋汤 您猜一下能放几个鸡蛋 这两种方法您学会了没有 大家可以动作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转发,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这才是靠谱的美食教学 希望我的视频能够帮到大家 感谢朋友们支持点赞 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 拜拜 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 看 15 J vem sa期视频 按下期视频 4日 插